朱杰伦自从红了以后 就一直没停 不论是歌曲还是电影 总是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大家呈现新作品 从而一年又一年 得在观众和听众心中留有偶像的地位 还有演唱会中能够为粉丝说话 或许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吧 不过现在 周杰伦早已不再是那个顽妆结棍的男孩 他早已结婚生子 有了幸福的家庭 周杰伦和昆凌的女儿最近刚满三岁 周杰伦和他的妻子都有各自的优势 周杰伦的眼睛虽然没有妻子的好看 但是也很特别 妻子昆凌的眼睛不用说非常漂亮 女儿的眼睛就正好一传 那母亲的大眼睛长 然而从整个脸型轮廓来看 特别像周杰伦 这个样子特别可爱 非常讨人喜欢 眼睛很细的网友发现周杰伦女儿的耳朵和她的耳朵特别像 简直像是复制粘贴的一样 不过看到这一家幸福 也让人想起周杰伦的前女友 蔡依林 其实蔡依林是一位很不错的女孩子 歌声有那么好听 舞蹈台跳得很好 只是两人有缘无分嘛 1998年蔡依林在MTV音乐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音乐大夺冠 1999年7月发行第一支个人单曲《夜辟和世界》做邻居 开启了演唱生涯 在蔡依林很红的时候 可能周杰伦还没有出道 蔡依林在2002年发表自己的转型付出之作骑士精神 而还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蔡依林的百代唱片舞名 2007年的时候才受班 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 虽然近几年蔡依林的红火程度远远不如周杰伦 但是人家实力还是有的 只是和昆凌相比 蔡依林没有昆凌那么年轻 可能也不像昆凌那样 有混血的家世背景 2008年 昆凌在《我爱黑色》会首次两项迎品 2012年 她出演电视剧《爱上巧克力》 和没有名字的甜甜店 2013年 她出演了《未尘的封面恋人》MV 这样说来 其实昆凌出道相比周杰伦和蔡依林都是晚一些的 但是缘分很奇妙 不会再活多早或者多晚 而在于多涉合